小橘子都在开黑打麻将了 今天我也要开上手工梗联动的穿麻高手麻将车 去找一下梦回谷鼠跟云游天府的彩蛋吧 这是梦回谷鼠的第一个彩蛋 踩左边的星星是白天模式 右边的是夜景模式 我们看这个对比就可以发现夜景模式才是最好看的 然后这是第二个彩蛋 需要从右侧这里直接开个氮气直接冲上来 然后一直往着这个洞悬里边钻进去 进来之后呢这里就可以看到缓缓升起的一棵大树 其实从这个树上面来看的话 我感觉后面的背景还是比较好看 这边的彩蛋看完了 我们接下来看云游天府的彩蛋 这是第一个 这边有个小缺口慢慢的走上来 然后看这里有个大门 然后绕过来可以看到这里边呢 是有很多那种比较老式的屋子啊 这些屋子门口呢是有很多涂鸦的 从彩蛋的意义上来讲这好像也不算什么彩蛋 就是只能看到这些建筑物 而且还是静态的 不会动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彩蛋 同样呢在这边也是有一个小缺口 这也是第三个彩蛋的一个入口 首先呢我们往这边过来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只小熊猫在拍照啊 我们就直接撞上去就可以传送到这里有一只大熊猫 熊猫下面有一串很明显的英文 这个英文的意思呢就是我在这里 哦原来这里的背后就有个小机关 只要踩上去我们就可以倒回这个加速袋这里 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入口上来 往左边这边慢慢绕过去啊 有点小小的困难 但不要放弃啊 掉下来我们再走一次就好了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只熊猫在偷偷喝什么东西 我就撞了个圈圈 它就不见了 难不成它掉进罐子里去了吗 还是掉到墙外里去了呀 你们觉得它跑哪里去了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哦 等iqu护 我们怎么办 安定 bak 我们这一혼的参考 给我们 看看会儿격